华为方面到底会不会威胁到美国的导弹 尤其是战略导弹基地 虽然在这个蒙大达这都是人口稀少的地区 那么这些很多人口稀少地区 的确美国的很多大的电信公司 包括AT&T等等 Verizon这些都不愿意进去的地方 这些通信商就采用了华为的设备 而且这些通信商也都是间接地得到了 美国政府联邦政府的这个补贴的 那么这个华为现在 有没有可能威胁美国这个导弹基地 再一个这个美国警告这个默克尔 现在造成的这种似乎是 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消息就是 欧盟在布鲁塞尔出台了一个时点计划 那么这个时点计划也是要跟美国 似乎要这个趋同这种步伐 对中国的这种贸易的不平衡的提出自己的这种挑战 那么这些消息 首先呢想请小平做一番解读 这个消息呢 我觉得主要是两点上的意义 第一个就是说美国围堵华为的这个国家战略 我们看到就是说尽管就是说啊 啊华为在反击 就是这个前几天打的官司这个事情嘛 但是呢美国行政当局啊 对华为的这种围堵啊 在进一步的加剧啊 进一步的加强啊 这是第一个就是说 那么呢为了这个要围堵华为呢 啊大家都知道就是说 美国跟西方的联盟里头的出现了分析 那么这个缝隙呢 主要是从哪来的呢 德国 那么美国要围堵华为的话呢 首先要搞定德国 那这实际上就是 这等于是美国搞的攘外必先安内战略的一个应用 他如果我要对华为构成强有力的这个围堵之势的话呢 盟国之间不能有裂缝 那么现在我要修补这个跟德国之间的这个裂缝 这是这个啊美国的这个战略啊 我觉得把德国修理完了之后啊 别的摇摆国家 我觉得慢慢的可能都比较好办了 这是他的第一个考虑 那么第二个考虑呢 就是这个美国欧洲和中国的三角关系 欧洲这个这个地方啊 他实际上想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采取一种什么原则呢 吃了原告吃被告 嗯 对啊 欧洲呢想在政治上 军事战略外交上 跟美国抱团取卵啊 因为他这个在欧洲 他面临这个俄罗斯啊 这样一种需要 他面临的这个啊 这个要需要美国的帮助 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另外川普先生对他们很有一件就是国防上你当然你搭那个那个搭便车是吧 对他们很不满意 就是你既然要我们帮你忙吧 那你应该出点钱 他们也有很多人也不干啊 这是一个就是在这方面 同时呢 他们呢 跟美国在经济上他有竞争关系 因此呢 他更多的想去借中国的东风来做一些事 实际上这个德国使用华为和这个意大利搞的这个一带一路 都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 那么中国呢 也知道欧洲跟他是同床异梦啊 但是呢 也不妨偶尔约会 对不对啊 是这样一种关系 那么对 对现在就是说 那么这种关系呢 如果没有华为这个事情呢 大家相无事了 但是 美国现在 在围堵华为 你德国你不你不这个哥们插刀 那么你还在这里头 你跟华为抱团去了 美国当然不干 因此呢 美国在德国不干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开始对德国某种程度上来硬的 我觉得这是这样这样一种背景 那么至于美国这个行动能不能凑效啊 这个要看啊 很多因素的博弈 那么至少美国现在已经摆出一个架势 就说我要给你德国认真一点了 我的感觉是美国现在是越来越有一些这种力不从心 尤其是现在这种全面出击 包括对盟友的这种 这种斤斤计较 用这种 包括对北约也好 对欧盟也好 都说了 也做了很多 让这些盟友呢 包括对日本也好 让盟友感觉到匪夷所思的一些事情 我就觉得现在这种 美国的这种格局呢 比以前的确是低了不少 在我们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领导之下呀 自从他上台之后 这个格局降低了 就是说呢 变得如此的斤斤计较 变得是 就是说抓不出 抓不出这种重点和主次 对于盟国的这种维护啊 我们看到也有这个消息说 这个前副总统啊 也是前国防部长切尼呢 他在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内部讲话当中 就对这个川普的对待盟国的方式呢 再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认为这样做呢 是令这个盟友伤心啊 做这种轻者痛愁者快的事情 那么首先小平刚才说的非常对 我认为呢 就是说如果这个盟友之间 不能安昧的话 盟友之间出现了裂缝的话 那你还如何去打一个全球战略啊 你没有那个全球战略没办法实施了 那么而且跟中国这样一个体量 也是现在呢 是越来越接近的这样一种体量来打 那么两个大国之间打这种 面对面交手是 向来是可以说都是毁灭性的 双方对双方 乃至对整个全球都是毁灭性的 那么在这种状况下 我看到现在意大利呢 已经是几乎加入了 准备要签这个协议 加入中国这个一带一路 那么在英国方面 实际上我觉得英国方面 那个报告杀伤力更大 就是说这个华为的风险是可控的 那么这个报告一出 对英国和美国的关系 那比美德的关系更铁啊 那么在这种大的这种氛围的笼罩之下 这个四面出击 的确我不认为是一个明智的一个选择 德先生您有什么看法 好的 这么讲啊 你想说不要太久 20年前啊 在911之前的时候 在美国坐飞机啊 是不需要身份证明的 是 是你临时到机场柜台买票 然后就登机了 这个随身在什么东西带在身上 他当然要检查 有没有这个危险物品 其他的他不会想到 你的行李里面带的是炸弹 因为那一炸了 你自己不是同归于尽吗 他在这个美国传统的 或者是西方的想法 那人的要这个 独立宣言里面有吗 是不是求生存的本能吗 那么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 但是等他发生九一之后 他知道 哎呦 有些人的想法跟我们就是不一样 所以前几天呢 这个美国不是在这个佛罗里达破获 这个暗魔院之名 其实是行这个色情之实吗 他怎么会发现的呢 那你要归宫 美国现在讲的 鼓励大家 See something See something 就你看到有什么可疑之处 你赶快报告 那天就是啊 从事与卫生检查的人 就发现那个地方 怎么这么多行李箱呢 哎 他怀疑了 果然那些就是这个 从事与卖春的 所以美国现在的社会的氛围 也要跟以前不太一样的 当然这个乡下还是还好 在这个都会区里面 那尤其是在国安的时候 他确实是考虑的比较多一些 所以像像这个华为威胁 这个美国的这个导弹基地 有没有真的构成威胁 美国呢 是宁可这个 就是不怕 不怕一万 宁可信息 宁可信息有 是的 那同样的 你知道这个在美国 那很多保守派的人 突然发现 美国的这个军服啊 很多材料是来自于中国的 哦 他也现在也心存警惕 希望说这个事情 衣服的材料 大地到处都可以买得到 其他国家也可以买 为什么一定要买中国的 好了 不像中国购买了 那更不要讲 是有关于这个 通讯呢 有些这个管控这些事情 所以美国现在 是这个川普总统的做法 包含他个人的风格 是有个大问题 常常这个不给人家留颜面 但是呢美国有这样的警惕之心的 恐怕也是美国面对现在这些重大的挑战 那是不得不反应 不得不如此 嗯 好 那有关这个话题 华为的这个话题的 我们先啊 就今天就谈到这儿 这个华为话题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华为又出了一桩这个 啊 不好听的故事 那就是啊 他的这个俞成东啊 刚才我们在视频上演过他的照片 嗯 啊 他 他用的那个照片啊 这个是用的别人的照片 所以说这个啊 他用这个他他那个用的照片 下面用的他的名字 啊 俞成东啊 俞成东呢 是这个啊 华为消费者业务的CEO 我不知道我们那个导播是不是把那个图片人找出来啊 这个我刚才上节目以前呢 看到有关的一些消息已经报道 就是说啊 俞成东把人家的那张照片啊 放在了他的这个啊 这个应该是微博上啊 这个事情呢 也被人逮住了啊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小故事 嗯 嗯